當進行籃球罰球時 最靠近籃框的兩側因站兩名防守球員 接著是兩名進攻球員 第三名防守球員可以選擇站在其中一側 而其他球員則因站在延長線後方的三分線外 三場比賽的得分是超過了二十 誒 罰球沒進 誒 怎麼回事啊 大家都往另外一邊去 結果克拉直接渾身灌籃了 剛剛看了一下那個罰球的問題啊 好像是在站位方面完全站反了 所以國王隊以為是他們的人在罰球 但這個居然連裁判都沒發現是不是 然後國王的球員也沒發現 也沒發現 場上球員也沒發現 誒 等於說 好像大家都有責任 對 所以剛才 因為小虎回去 回看了一下這個YouTube的影片 嗯 剛才克拉應該在罰球的時候 他應該站在三個人中的中間位置 就他站在最靠近籃框的位置 對 因為是高國豪的罰球 反而是工程師站了三個球員 然後站在 這邊 這邊 對 國王隊應該 哇 這 好像一切發生的都很自然 然後Tony Mitchell也沒發現 他自己站錯位置 所有人都沒有發現 所以當下那個反應是可預見的 因為他可能以為是 滿有趣的畫面